剛剛的那個修改的部分 大家如果把那個步驟 做定義的話 第一步的話就是先在上面 先 產生 一個方學的名稱 OK然後包含要傳的參數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 再把這個這邊的程式 這個本來是在哪裡 這本來是在這個的下方 把它怎麼樣這個的下方 把它搬移到這裡 然後按一個TAB鍵 對不對這是第二步 第三個步驟的話呢 就是在呼叫他 那呼叫的方式其實就直接 把DF的後面這一串 這個 包含是它的方學名稱 跟它的傳遞的參數名稱 把它直接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這是第三個步驟 123 但是請特別注意 雖然呢底下這邊的名稱都叫Prom 但是下面這個是變數 上面是參數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理論上 這因為我們現在是偷懶 理論上應該是 這邊不能改 上面這個你可以改 比如說你可以把它改成P P 但是如果你把它改成P的話 那你底下的這個什麼 有幾個 幾個這個資料 幾個這個 參數的名稱也要跟著改 比如說你這邊改對不對 記得你這邊一定要跟著改 如果你這個沒改的話 他就會找不到 這個資料了 OK所以特別之外 如果你上面改成P的話 下面的話 也要把它改成P 這樣才會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 我們是把這個變數的資料丟過來 然後傳過去給他 所以這個變成一個參數了 傳遞參數 OK 那這個是第1個 第2個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有灰傳池的話 有灰傳池的話 該怎麼改 OK 那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print剛剛是直接什麼 自己就把結果給print出去了 但是如果你有回傳池的話 記得 請你把這個print改成return 關鍵字改一下而已 那return的話 記得不是括弧啦 它是return空一格 然後把 資料放在後面 所以呢這邊的話 我先把print括弧delete掉 在它前面 打一個return 它會出現 keyword return OK 然後呢 記者後面括弧拿掉 好 return 然後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通常的道理 把這個print拿掉 然後在它前面加一個return空白 把這個拿掉 OK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時候呢 它就不是直接在 它的function直接做輸出了 那在哪邊輸出 因為return意思說 我把這個結果 丟回來給它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在它的前面 加一個變數去承接 然後你return回來是一個字串 我加一個s好了 s等於什麼 你return給我的東西 所以如果它是有回傳池的話 那將來你要在使用這個function的時候 記得 你要在前面用一個變數去接它 它就會幫你把如果不是直數有沒有 它會把不是直數先丟過來這裡 再把這個不是直數的 這個字串 丟到s裡面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print的話 那我接下來做什麼呢 就是把它 print的時候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 s就可以了 OK 也就是說呢 我在輸出的時候 變成說 就是 它回來給我的東西 我在做輸出 那當然 如果你要更精簡的話 實際上連s都不用 有沒有 你直接乾脆 如果你想說 老師我要更精簡 我可以直接乾脆 直接把那個return回來的東西 乾脆就放這裡就好了 你說你這個不用 這個也不用 你把這個東西放這裡就好了 這樣也OK啦 只是說好像如果 我寫這樣的話 我怕同學會 突然會 看不太懂 老師你為什麼 沒有return了 可是為什麼沒有接 OK 所以我這邊 兩個方法 那剛剛那個方法 會變多一行程式 可是應該會比較好理解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那結果當然是會一模一樣 51 不是直數 執行 然後 53 是直數 結果一樣 那差別是說 剛剛的這個 視我為直數的時候呢 我們print就不是直接在 這個function裡面去print 而是在哪裡呢 它會return結果 到 這個 這個function本身 裡面會儲存資料 再去做print OK 所以差別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有回傳值的 這種function的撰寫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